哈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新动力2020年度人物盛典的系列访谈时间了 继上期节目我和大叔聊了聊言商学社的公益年度人物奖后 今天我就要和大叔聊聊万景经贸伟的行业邻居人物奖 说起今年的行业邻居人物一定特别不简单 因为疫情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所以行业前行的榜样力量就显得尤为可归了 因为他们是负重踩着前行游门指领社会向前的人 首先我注意到万景经贸行业邻居人物的候选人年龄跨度大 覆盖着行业野光从音乐文体到商业科技 所以首先我想问问大叔了 您对行业邻居人物的解读是怎么样的呢 我因为行业邻居者首先是要无论在什么环境下 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踏实向前走的人 对吧 同时呢 他们也在不断地畅生 再就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感觉力 对吧 能够鼓舞身边的人向前走 了解了 这样说来 我觉得大叔其实您今年访问的许多人 貌似都有这三大特征 那评委团又是如何筛选出这三十位候选人的呢 你又问到我们的痛处了 真的很难去写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加拿大和中国不同领域 不同年龄段的候选人 尽可能地为大家吸收了更多的榜样 进一步地让大家有一个选择 对吧 其实我们也交给大家投票了 那我们就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定得 谁能得解 好不好 这么看来选择的确是个难题 那其实说会我身边的现实呢 疫情之下 我身边有朋友上网课不适应的 也有毕业找不到工作 毕业级失业的 其实这些朋友都活得有点丧 但这些行业的领军者就不一样 他们自带气场 总是充满正能量 就像超人一样 那大叔您觉得这气场和能量 是来自于哪里呢 遇到特如其来的疫情呢 年轻人迷茫跟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更随要 成长身边的一个榜样 对吧 如果你让我来总结 我觉得呢 所有的候选人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行动力很强的人 他们一直在用行动来解决问题 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也就是给打磨得越来越强 对吧 就拿我们行动力来说吧 今天呢 不得不将工作的重心呢 转移到现象了 对吧 但其实不也拖宽了我们的工作的思路吗 对不对 将我们磨练的就更强悍了 的确是的 因为我感觉我跟随团队也变得更强壮了 那除了超强的行动力 这些行业领军者身上 你觉得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除了满锐的行业的眼光啊 超长的进行力以外呢 我觉得他们也都是有社会的情怀的人 无论是从事金融音乐还是教育 科技服务行业的人 他们都将了人生的目标 企业的愿情呢 和事物的发展 以及人民的 我们说人民的福祉啊 结合起来了 对吧 所以一个人除了精进业业 做好自己的工作 实现个人的价值 还应该要努力实现 自己的社会价值 我看到在这些行业领军者当中啊 有的呢 一直深耕在某个领域 也有的呢 半路改行 大气晚成了 更有啊 和我同龄的后浪大军 那我又想问问大叔了 从这些成功者的故事出发 您对于行业的选择的观点 又是怎么样的呢 说期待的 大叔走到今天 很想谈及理想的 起伏了每一步的都是社会 与生活推着向前走 对吧 做媒体做主权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 当然了 我年轻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对吧 所以挺羡慕你们现在 这种年轻人了 身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理想 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对吧 那就这颗 我应该说吧 那就这颗 自己的专业与兴趣 在不断的选择 一定要的 拖宽视野 调进前进的方向 懂了 那您又如何看待 前行路上的挫折的呢 我觉得所有行业 身风呢 都会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勇于尝试 对吧 又能直面 急急地面对的问题 其实呢 面对挫折呢 就像你们年轻人 玩游戏一样 升级打怪兽 对吧 你越来越来越高手 只不过 我们玩的更刺激一点 是真实的生活中的游戏 懂了懂了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我好像已经找到通关宝典了 那我们回到正题 本周五晚的新动力 2020年度人物圣典 有什么闪光点呢 我们的圣典 当然是高端大气象 对吧 具体的亮点 还是得大家来看 来保住 所以大家记得 这个周五的晚上八点 收看咯 好 那我们生点见啦 是 好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邓总是有一些人 一直昂首书写着自己的时代 无论天空是情 是阴 他们始终怀着梦想 开疆确讨 深更专业的领域 他们不畏监据 无畏挑战 发现消费者的痛点 攻克技术能关 完善行业细节 填补领域空白 他们是大千世界 透过立新 身身不适的风向标 是百果真流中 把握行业落雅峰州的掌托者 他们令到大家 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 满碧经贸委行业领军人物 致敬行业的领军者 传递行业新风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